還是一樣啦 就是說每個人 一樣嘛 人民有表達政治意見的權利 但是人民也有不表達政治意見的權利 不是啦 我覺得是這樣啦 當然人民有表達自由的權利 但是不要去騷擾別人 所以再講嘛 容忍是自由的基礎 但自由也不侵犯他人的自由違反 我想這種文化還是要在台灣建立 如果台北市長走在馬路上都開始不安全了 那一般的小老百姓怎麼辦 所以這也是我們 我們還是要建立一個安全的社會 是不是考慮不要再打公車 因為偉安有點問題 沒有啦 我看警察局不會再讓我打公車 因為這樣會 因為一開始是說 以前是這樣啦 以前他們就說 就是我上公車以後他們就不管了 他們在半路跳上來 但警方說這樣他們也沒罵偉安 大概警察局會偉安會有新的規範 市長你對現場常被台獨的一些行為有記錄嗎 我還是那一句話 容忍是自由的基礎 但自由也不侵犯他人的自由違反 這還是 我們還是 還是一樣啦 就是說每個人 一樣嘛 人民有表達政治意見的權利 但是人民也有不表達政治意見的權利 就算結果有提供了 sich在這一點 在這裡的可適合 一些被夾生意見的權利 逢一級別的運動